小林英语 神秘国家的故事 这本书我之前怎么没见过啊 打开看看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出现字了 这里是哪里啊 难道我进到书里面了吗 我吓我一跳 请问您是 I am Hamid and you are 你好我是小林 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国家吗 为什么什么东西我都是第一次见呢 this is the wonderland from the book 可是我想回去 请问你知道有回去的方法吗 OK I will find a way 挑战今天的单词 Hello大家好我是Summer 欢迎来到小林英语 听说小林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神秘的国家 我想救出小林 就要和Summer一起学语完成任务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学习新的单词了 担心完成不了任务 不用怕 有我帮你呢 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吧 今天呢 要学习的单词就是书 那么书的英文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和达米安学习一下吧 book book b-o-o-k book 大家都学会了吗 那么现在到了学习好朋友单词的时间了 书的朋友是谁呢 当然就是铅笔啦 铅笔的英文是什么呢 pencil pencil p-e-n-c-i-l pencil 现在啊到了完成任务的时间了 我们要有请达米安和她一起大声的喊出英文单词啦 当然呢 宣伙儿旁边这里有一朵小花 她的名字叫做小葵 只要大家的声音够大 她就会跳舞哟 那我们现在有请达米安吧 达米安 OK OK let's go ready 1 2 3 book 1 book 3 5 3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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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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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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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